众所周知,昨天是世界气象日 为了蹭热点增大播放量 我们决定今天就来讨论一个和气象无关的问题 话说在一个十字路口 有人正从卡车上卸货 一辆大货车转弯时擦身而过 竟然使旁边的货箱门快速关闭 将卸货的人拍得人仰马翻 仔细观察现场画面 发现两车确实未发生接触 在转弯的拖头已经通过并远离时 旁边货箱门的关闭速度却突然加快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为此我们找到一辆正在行驶的拖头观察 发现被封面的边缘气流分离时 会发生内卷而形成波流 这些分离窝不断脱落离去 最后在尾流中扩散消失 造成车头后面靠外侧的空气 相对车头后退的速度比远处的空气更慢 而靠中间的空气则发生回流追赶车头 因此站在地面上观察 被封面制造的尾窝其实在和车辆同向前进 只是速度更慢而已 说话间这辆拖头就和对象车道的相似货车会车 由于违反安全规定 它的货箱门打开后并没有插上销子 但拖头刚经过时 被推起的空气向四周运动 于是将货箱门顶住无法移动 但车头经过后 以更慢速度前进的窝流 就带动尾箱门附近的空气一起向前运动 于是开始向前刮风 推动货箱门旋转起来 结果自己就伸进尾流中变成了一个挡板 使本来转得好好的窝流受到分隔 在这一刻科学家汉姆霍斯按下了暂停键 他说在同一瞬间 窝管的漩涡强度不变 翻译成人类语言 就是被车门分隔出的小号窝流 虽然面积缩小 但漩涡强度还是和原来一样大 旁边还有个科学家斯托克斯补充道 根据我的定理 分隔前后的大小漩涡不仅强度相同 而且环绕漩涡的封闭曲线上 速度环量也相同 因此小漩涡边缘需要以更短的封闭曲线 来维持相同的速度环量 以至于空气转得更快 使中间的低压区变得更强 这就导致车厢门因分隔窝流 而突然受到增大的吸力 所以会加速向前关闭 同时根据这些科学家的结论 车头平直的背封面 同样会被强烈的窝流覆盖出现低压区 因此拖头行驶中承受了指向后方的压差阻力 所以MPV的尾部通常较为圆润 以减弱分离窝的强度 有的还安装定封翼 使窝流远离一些 从而减少对车尾的覆盖面积 但一些新型汽车 由于造型和空间的考量 也会反其道而行之 其尾部就像是拖头的背面一样平直 看起来就像是 不好意思 我刚才喝了口水 看起来就像是军舰的方位船型 为什么汽车的方位会导致压差阻力增大 而舰船的方位却能有效减阻呢 原因是水的密度大约是空气的800倍 以至于只要达到七八节航速 经过尾部的水流便具有了足够的动能 来克服水的粘性力影响 从而不再像被流面内卷形成漩涡 而是直接了当地脱离尾部 这种脱离现象使两侧和底面的水 在压力作用下继续向后上方运动 最后交汇形成水丘 使得水丘和尾部之间的凹坑区域 构成了船身的虚长度 这些虚长度 不仅直接省去了老式舰船的丰满线形尾部 制造的污流压差阻力和摩擦阻力 同时还增加了船身的等效长度 使高速航行的尾倾受到抑制 因此稳定性也不差 总体看 如果方位车由于增阻而增加的排放 能够被方位船由于减阻而减小的排放所抵消 那么碳排放就会减少 因此本期视频还是强行蹭到了世界气象日的流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